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股市重挫反应升息压力 雅股今天也普遍疲软 那么台北股市今天更是拉回 回测到了月线的支撑 能不能够守住 要看今天晚上美股能否指稳了 其中护国山山台积电 这两天拉回34块钱了 能够再展雄风吗 可是在封关倒数六天 技术面低档黄金交叉的 有一些个股可以勇敢的报股过年吗 马上欢迎接下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各位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钱文 阿文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好 讲到美股啊 昨天废半真的遭到血洗 大盘呢 今天啊月线呢 也就有难失手了 今天呢台子期结算哦 压低结算 台股难道未来有疑虑吗 封关之前呢 是不是要多留现金了呢 大家都在问不知道该怎么办 尤其啊台积电 在创下688的新高之后 现在跌回了 法说会之前的价位了 是涨多回档吗 还是说空头格局出现了呢 另外呢 具有成长爆发力的科技股 真的不用太过担心吗 压回反而是给你机会买吗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 从美股看到台 美股是现在选股的方向跟逻辑咯 今天大盘跌破月线 其中电池股的表现却最为的涌健啦 因为台积电呢 力推绿色制造 超级电池助阵 乘用电池股呢 今天有一些日KD档 出现黄金交叉了 短线能够酝酿一个反弹的行情吗 但是续航力能够走多久呢 请问阿文塞的最新看法 一样是电池产业啊 未来几年的大家都知道啊 电动车呢 所有的车厂都来投入 做电动车的推出 具有非常大的爆发力 就连特斯拉的高层都讲啦 好担心哦 车用电池呢 会重演金片荒 那电池股啊 之前呢 下跌之后也回档整理一段了 有没有机会浴火重生吗 就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好 美国股市呢 受到了升息压力的影响 昨天是大屠杀 那今天的资金的变化 似乎反映在台北股市的 股汇双市当中了 今天台币呢 这个汇率是转贬的 让资金呢 开始有一点压力 今天大盘呢 一开盘就开低了下跌白点 中场呢 是下跌了151点 收在18227点 量是2556亿元 好 台积电连续两天 跌掉了34块钱了 已经失守了月线的关卡 不过力手650 那我想问赵丽老师 台北股市今天啊 这么一跌 把月线给跌破了 封关之前大家都在想 哇 我到底是呢 要保留一点现金 还是说呢 要报股过年 现在遇到了 万八之下的回档 大家又开始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没错 我想 我先讲结论 我个人认为 其实指数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18000点 这个地方 那高点的部分 大概就是18600点 所以目前来讲 大概是一个 相形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假如说 你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目前来讲 你的持股比重 大概五成附近 五成 那你假如比较谨慎保守了 其实你持股两三成也OK 那你比较积极的六成 当然也可以 就是说 你也要 就是说你报的 你报这些股票 你是睡得着觉的 你不要说 你在我们封关完之后 农历过年的时候 你要看美股 那这样就太累了 对啦 没办法好好过年 对啦 你就好好过年 就是你的持股 假如你真的觉得 你报股 只要报一成 你也会睡不着觉 那我跟大家 你就不要报股 对 干脆全部卖光光 对 卖光光 等封关完之后 那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我一直想 五成附近就好了 因为 假如说 在封关的这段时间 美股没有出大状况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心中看完之后 又要赶快买回来 当然你的部位 假如是小 当然是OK 那有的人部位 真的比较大 对 你也不可能说 真的又去追高 我想 操作上来讲 大概是这样 就是控制好持股比重 好 那股票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你就 还是一样买 具备成长性的一个个股 对 好 那我们跟世丹利是说 大盘呢 台股的大盘具有弹性 可是有限的盈利成长 可能会抑制估值 指数最高呢 它是看到 一万八千五百点 那其实之前 我们已经越过了 一万八千五百点了嘛 有需要这么保守吗 那想请问赵丽老师 昨天美股 就是放假之后的开盘 果然不如所料 就呈现一个大跌的格局 那现在你也提醒大家很多次 其实过去 美国年纪公债值利率 跟股市的相关 真的大家不用那么样的害怕 那现在你要怎么样 给投资人一些 比较理性的判断 对 没错 我想 其实你看一下 就是说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道琼 创新高等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现 其实包括在听证会的时候 其实大家 那时候隔天大涨 对不对 大家也觉得 就符合预期 然后另外的部分 来讲的话 其实费的那时候的利率 结税位 或者CPI的部分 十月公布美国 十二月的CPI的时候 不是也符合预期 就涨了之后 大家就觉得 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跌了呢 你看一下 其实讲的 又有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来 1月15号的时候 其实摩根大通的西优 他已经讲过 有可能会 今年会升息七次 并且 仅说货币的部分 就是说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部分 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部分 七月之前 他就会实施 我的意思说 你看这个 这个在15号 其实他就讲了 之前他就讲了 不是今天讲 今天大跌 那假如真的要反映这个 其实你应该 早就要跌了 那另外的部分 费的三月口升息两码 这个是在1月17号的部分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你看 只要跌下来 利空就会出来 就是说 这些的讯息面 是跟着指数的涨与跌 而创造出来的 不是说 这些的东西 然后创造指数跌 对 不是 都是 所以你要先了解 好 来 那今天 1月18号 今天 在昨天的晚上 来 你看 嘉义员首度预料 今年升息 那升息四码 这个本来不就是 大家现在的预期 费的是三码 大家觉得是四码 其实说 假如是这样来讲的话 不是又符合预期 那干嘛今天要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的东西 其实真的重要 你要自己去判断 那我一直强调 我不是说 这个地方的指数 会连续性大涨 还是怎样 不是 而是说 我认为大概相信 整理的机会 因为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 真的缩减资产负债表之后 本益比 这个是本益比 才真的往下跌 那就代表 其实说真的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你目前来讲 我个人觉得 当然 股票的部分来讲 缩减资产负债表之后 才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部分 目前还没有看到 对 对 那殖利率的部分 我想我也提过了 其实它升的时候 殖利升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股票也是涨 要看整个环境 那现在 时空背景当然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就过去来看 现在大家当然担心 所谓通膨的问题 通膨会扩大 对 因为听说美国 现在是在抢这个物资 对 所以我想大家会担心 所以我会认为 这个地方的波动会大 波动大 指数的波动大 个股的表现也非常分歧 那只是说在急跌的时候 你不用太过于担心说 我要把股票全部砍光 然后等到急涨的时候 又要赶快 好像买全部的股票 不要这样操作 就是心平契合一点 心平契合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美股 美股的部分 我就用道琼 标普 跟罗素2000跟费办 来跟大家报告 其实你看一下 这个是最近以来 大概半年以来 你看一下 道琼其实说真的 有回档修正 有 有 有 可是不多 还是算相对强 好 标普的部分来讲 其实也还好 对不对 也都撑住 其实费办的部分来讲 其实也还好 这个是已经创新 真的算强 其实弱势的是谁 最近破底的是罗素2000 罗素2000 过去就到了一个讲到 它是属于美国的中小型 对 没错 美国的 这代表什么 一个意涵 就是说 其实这些体质 相对比较不好的企业来讲 成长性比较没有那么爆发 具有爆发力的 对 然后又是中小型的公司 体质相对没那么好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现在的压力是比较大 假如面对升息 其实它的压力会更大 那你来看一下 这是个股的部分 所以你要先有这个逻辑 你说苹果最近修正 有跌很多吗 这个是从去年1月到现在 没有 还是在很高的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 TESLA有真的很惨烈吗 跟去年1月做比较 也没有 高通有很惨烈吗 其实没有 好 来 金融股 对 没错 所以我的意思是 有时候你要自己 不要跟着媒体在那边瞎穷 当然我的意思说 其实在升息的预期过程当中 本益比会被修正 往下修正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正常一个评价概念 就股票的一个评价模式 因为有人是用 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回来 所以升息的预期 本益比会修正 可是那个是修正 本益比很高的 本益比很高的修正的幅度 会更大 本益比相对没那么高的 也会随时修正 可是它的修正的幅度 不会那么大 好 大家认为的股票 金融股 其实高盛你来看 你跟他来比 高盛这个地方 他都没过高 人家这个地方都过高 要升息四次五次六次七次 他还只是跌 不是利多吗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你看 Motor & Stanley还不是这样 刚刚看到科技股 这边都有创高 对啊 金融股是没有的 美国的金融股 然后你看 升息 不是升息是利多 上周五件 赵丁一老师有提醒大家 美股的财报周 银行股打头证 就公募出来 净利居然差于预期 所以都跌 对 然后你摩根大通的部分好了 你看摩根大通 你看这个其实说真的 这个会好吗 那花期就更不用讲 那更惨烈 那不是升息 大家不是说升息吗 好 比较好的 富国银行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这些投行的部分 你比如说 Motor & Stanley大模小模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高盛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所以大家很多人认为 台湾的金融股会大涨 会是要去 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 上礼拜三礼拜 说那个冯高要卖 为什么 因为大家预期 比如说 未来的股票假如 相对常来震荡大 操作难度会高 这些投行 第一个 他要靠股票去赚钱 不容易了 并购的部分 现在也比较难 你要IPO 因为盘式不好 也比较难 在市的部分来讲 其实有好有坏 其实你假如现在资历率往上 其实你就有 你持有的这些债券 你是赔钱的 对 除非你要新买 付高高的利息给人家 所以我的那些时候 有些市场上真的是乱兜 我真的不知道在兜什么 好 那是最后赵立哥还给了一个 美股里面的投机股 怎么样来关注 对 没错 其实刚刚有没有看到 罗素2000我跟大家报告 所以还是要注意 未来的成长性的企业 这个才是重点 GameStop大家之前的游戏逸散 对 这个是散户 一般投赦 搁空所谓的机库法人 搁到什么时候 从大概20 30块的时候 这是2020年三 400多块 现在收盘108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买到不要说483 你买到300就好 这个还是赔钱的公司 你说你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叫你要买那些 好来 AMC院线 这个也是赔钱的公司 最高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最高的时候 来到72.6 现在的收盘18.8 时间是不是 时间是不是这些业绩不好的敌人 当然是 因为你业绩真的展望还是不好 你还是赔钱 你还是不好 你股价上去之后 你终究丑媳妇要面公婆 对 所以我觉得 买还是要买相对好的 好 刚才讲到 赵丽老师提醒各位 美国联总会升息 其实不代表 对整体的全球投资市场 是一件坏事 最近在全球普遍 因为通膨压力 升息的浪潮当中 对 中国大陆人行却宣布降息了 那这个方面 你又怎么样来解释看 这个资金的流向跟变化 对 没错 我想你要从源头来看 比如说其实大家怕升息 假如美国那边升息 预期未来的 大家会怕 那我今天故意哪一个 人行要降 就成两天的事 对 去年已经降过 好像我记得没错 已经降两次 那我问大家 那是不是要去买大陆的股票 那应该是 你美国升息 你说大家不好 那 可是大家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觉得 大陆今年经济成长 会比去年成长趋缓 不好 对 不会 对 不会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总是要有一个逻辑出来 其实在美国的部分 那这个我举例就是 阿里巴巴的部分 就芒格首次 然后等等 我想 那为什么会举例这档 是因为 其实他们的 所谓的政策的部分 政策的重点来讲的话 就是 它要支撑消费 扩大到县乡村 三级的电子商务的服务 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都要做电子商务服务了 对 没错 要铺更多的县市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参考 不是叫大家 而是说你可以参考 对 好 那成长股怎么样来看 就看整体大盘的状况 对 台新投股认为 有没有机会报股过年 照理老师说 你就是 放你可以 安心睡着 此股的资金水位就好了 但是似乎 包含了很多的机构都认为 台北股市其实近15个年度 封关前5天的上涨 几率有60% 封关后红盘日的几率 也高达了60% 现在近15年的开红盘的表现 也都在表格当中 那现在要挑什么样的个股呢 安心的在封关前赚红包 封关后开红盘 再赚红包就很重要了 好 对 我们先讲这个 其实统计表的部分来讲 我跟大家讲我的看法 其实它是统计了 最近这15个年度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很多人都会统计 因为之前我也在 捐商投顾待过 好 来 那我们来看 不只捐商投顾 其实很多人 封关前5日 只是上涨60% 平均涨幅1.42 好 来 我要跟他 封关倒数6天 对 就是封关前5日 好 来 你看一下60%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有的人看到60% 会嗨你知道 好像真的很高 60%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10年里面 5次上涨就是50% 所以其实说真的 你跟那个丢那个铜板 正反两边不是差不多吗 就是几率一半一半 一半 这个就等于你设备表就好 这个有什么 我就说你不要看到60% 好像很高 其实没有 一半 一半一半就是50%了 好 那封关就涨高达87%好了 这个可以解释 就是说因为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不想报告的早就砍掉了 对 那剩这些有可能就是 也不会卖了 对 稍微一点卖盘进去就会涨 所以这个87%就真的 稍微高一点点 好 不过你要做一天 才0.54% 这有意义吗 这也没意义 好 来 那看我们67% 对不对 对 其实67%也不高 就我刚刚所提到 一半就 一半一半就是5成 所以这个没有 那涨幅1.41% 其实也不 刚刚67% 其实我要讲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一半一半就是50% 60% 70% 其实真的都不高 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 你又要持过满檔 我觉得不要 就是因为毕竟今年 封关11天 好 就报 时间蛮长的 对啦 但在封关之前的倒数6天 大魔王又来 但是他这次不是全部唱 所以也是有看好跟看坏 我们请教会老师做个解读 主要是因为 他认为 双11之后买气精通 大陆手机场的库存基增 零组件压力很大 点名了TTDI 5G 跟这个系统单晶片等等 看好的是有 联电视信联发科 这个看法 其实跟赵丽老师 是非常类同 类同的 总理 宏杰科 晶圆电 台积电 类于大盘的是 金测 稳帽跟联友 那方路上 马上就做出反驳啦 砍单言之过早 那这部分要怎么看呢 好 对 没错 我想其实以大魔来讲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魔真的看台股 真的算偏空的啦 真的比较空 对 不管你是记忆体 其实我跟他报告 大魔看什么多你知道吗 面板看多 其实反正面板都没长 都没长 我跟你讲 他的东西 你不要太相信 我觉得大魔 我个人觉得 然后他指数的一面 做个参考就好 参考啦 参考啦 很多不敢外资 不敢 一些研究报告 就像我们讲的一样 你就参考就好 你觉得有道理就听 没道理 你觉得就不要听 就这么的简单 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 大魔看亚洲的一个科技股 其实他有时候会讲 今年进入本益笔的压缩 因为升息 所以刚刚提到 本益笔本来就会压缩 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压 获利压抑 所以个别股 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半导体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年成长趋缓等等 波动上扬 我觉得这一块 他讲的是对的 那是不是下半年 科技的趋势这关 这不一定 刚刚提到 供应链他认为 其实在等农历年卖的怎样子 因为台湾 因为华人的世界里面 其实在欧美国家 Christmas 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新年 对 就农历年 所以要看他的库存消化的怎样 卖的怎样子 好 来 那又一大盘当然是这些 我想这个 就从刚刚才 刘毅 宫关后 台积电也是一档指标 因为今天很回档 我觉得台积电应该 这个地方也会慢慢上去 好 那另外的 伺服器 对 伺服器的部分 其实像新唐 信华 其实这些 今天表现都不错 对 其实这些都表现不错 比大盘强 对 那伺服器的部分 好 来 IC设计 我要跟大家报告 现在的盘式的主流 就跟我之前说的 一个就是mini-LED 一个就是IC设计 其实IC设计 很多的股票 你像瑞鼎 今天的股价也创新高 对不对 它虽然是AMOLED 驱动IC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有时候 你操作股票 要考虑到一个东西 市值 为什么瑞鼎创新高 因为瑞鼎的市值 大概450亿 已经在收盘价 联永的市值3000亿 那难怪 那你说筹码 你看一下 对 你看3592的瑞鼎好了 好吧 好 你看一下 那你看3034的联永 对 它市值比较大 3000多亿 对 没错 你看 好 人家辛苦一点点 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市 所以有6719的 励志的部分 你看一下 因为这也是刚挂牌 对 所以它也表现 相对上来讲比较强 所以你要挑选的股票 大概逻辑就是说 IC设计里面 当然第一个 你要挑讲 未来成长趋势的 对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其实 它的市值来讲 不是非常大 你像联邦科市值很大 对不对 昨天我跟他大概1.7 8兆 当然那个 在IC设计里面算很大 比方说IC设计 它是全台湾第二大的市值 它也算大 只是我觉得它会慢慢的往上 好 所以你像创委 你像通交站 我觉得IC设计这一块 市值小 古本小的 对 就是市值小 所以我觉得大家 真的要从这一块 下去着手 或者是mini LED这一块 好 这个瑞鼎 这三天是完全跟大盘反的走 大盘回档修正到优先 瑞鼎却是逆势的走墙 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 赵立老师点名了 第一个是IC设计 在就是市值比较小的 古本轻的 有机会在年前冲关 年后跑得更快 如果说你对操作 整体的在IC设计 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的大头娃娃 跟我们的赵毅老师 加一个Line 吃股问题跟他请教 跟讨论的老师资料 都在Line里面 跟大家无私的做分享 广播我们聊一下 今天台积电 有一个这个 超级动力电池的题材 为了要拼这个绿色的制造 他们要用磷酸离铁电池 来供HPC的电力 还有不断电系统 这让好多的零酸离铁 电池相关概念股 开始又活跃了起来 这也让电池相关概念股 由于车用电池 开始沾到边吃香喝辣了吗 有机会遇火重生吗 广告回来请问阿文塞 休息一下 则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武器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间大盘 是回测到了月线 其实蛮弱的 但是有一个族群非常的强 那就是相关的电池 跟除能概念股 为什么呢 又是跟台积电有关系咯 台积电凭绿色制造 超级电池助阵 它导入磷酸离铁电池 过去这个字 只有在电动车里面听得到 为什么它要导入 磷酸离铁电池要干嘛呢 阿文塞会讲清楚 那一些个股很强了 包含了莱宝 因为你的雏银 是由莱宝跟系统电代工的 立凯也渴望受惠 今天这三档个股呢 都表现非常的强势 磷酸离铁电池 是什么东西呢 磷酸离铁电池呢 拿当作正级材料的电池 特色是不含孤等贵重元素 所以是比较便宜的 成本比较低 寿命长 但是可惜啊 它电池能量密度 稍微的低一点 那从场加印 这个除能的相关概念 股间有一档个股 叫云豹能源 新贵咯 月行情盘中飙了27% 我想问阿文塞 你对产业非常的了解 磷酸离铁电池 过去是用在电动车里面 不对 台积电要拿这来干嘛 对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那我说 这个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像这个所谓的大陆 承诺说碳中和要减少多少 都没有做到 很多国 几乎很多国家都没有做到 但是台积电积极发展 利能的话用行动 所以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的行动的话 让它在碳中和的部分 达成率的话 都比原来预估的高很多 这就是一个因此的 一个所谓的公司 他开始用所谓的磷酸电池 以前都是用来电 所谓的电动车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它有分两种 就是说用所谓的电池 然后另外还开发一个 溅润式的冷却系统 这样整个的一个省电力的话 这个伺服器 因为它这个省电主要是在 伺服器 因为它不是用其他东西 它就是主要是电脑跟伺服器 因为这个浸润式的一个 冷却系统的话 让耗能减少15到20% 加上它用磷酸铁锂电池的部分的话 所以这样总总的话 它可以省电 省了270万度 等一下磷酸铁铁电池 跟三元电池 我再跟各位解释 我们先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实际上今天的反应的话是 电池股的话是上涨 但实际上你可以发现 像所谓的技嘉 股价也蛮稳定的 其实它也有受惠 所以所谓的台积电做这个东西的话 原则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各个公司台打电很多的公司 都会随着台积电来走 只要你有签 所谓的绿色那个东西 台积电 日夜光 联巴科 这些全部都要往这边走 所以未来这些公司 全部要用磷酸铁电池 所以变成台积电一做完之后 大家一起做的话 这未来市场的空间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对电池的话 其实是很多 你可以发现 它要做的就是减碳 所谓减碳 所以原则上 它就会一直把氫酸电池改成 磷酸铁铁电池 它的UPS系统再省电 而且减少这个所谓的排放量 所以这个绿色电池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会做 联巴科会做 日夜光会做 果列的科技业的话 有签合业的话 全部都要做 所以未来这个商机的话 是无限大的 好 有台积电领头羊 说到做到要做这个 把UPS断电系统的电池 换成磷酸铁电池之后 后续会引起很多 其他大厂的仿效效应 相关个股 潜力个股 阿门塞等一下一一来观察 那讲到大盘 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 就跌破月线了 然后我们的半导体族群 就有点弱弱的 可是阿门塞要给大家 一点点信心对不对 对…我想就说今天的话是 确实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美国股市跌 另外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就说大摩每次讲都不对 但是今天今日日 是把它翻到头版 这个是著作为虐 还是怎样我也搞不太清楚 明明他每次都错 你还放在 放头版 这个实在我觉得也是 你放在证券版 那个卧室产业版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放头版 我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他以前都是错的 以前都错的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小摩的报告 就不放在第一页 麦格里的报告不放在第一页 为什么大摩的报告 要把它放在第一页 我就想不通 但是我们来看产业的东西 一个一个这样来看 我想利器店昨天公布他的朝报表 第三季的毛利是43.5 第四季48% 增加了4.5% 这个就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1月25号联电 现在预估是37.5 他能够增加4.5 那联电就有可能冲到40% 因为联电的营收本来预估570亿 现在是600亿以上 第四季 所以这个对联电很有利 你说1月25号 他要公布他的毛利率的话 从昨天利器店这样公布43.5 增加到48%的话 这个联电的所谓的毛利率 37.5往上推到48 有可能 所以这个其实后面是利多 只要美国是不要跌 这个的话都是利多 再来我们来看大陆的手机 大摩的报告就是说 大陆的手机市场衰退 但是我们来看下一页 好 你可以发现10页是这样 11页是这样 12页的话一般来讲盘点是这样 你说他的高度高不高 其实10页 11页 12页 比以前都高 当然这两天的话 因为所谓的疫情的关系 忽然间跳起来 你会发现就是说 大摩就说不好 但实际上你看12页 11页是成长38% 11页也很好 明君你做一个公平 你说这三个月的话 难道会比这些差吗 文赛 我想起来 其实他在过去还没在三个月之下 他就讲过中国大陆手机 出货不好的事情 还是成长 对 你看以前9页 8页 7页 6页 5页 4页 这个是好吗 这是不好 10页 10页 12页会不好吗 好 他说11长假之后的话 就开始盪下来 其实维持这个幅度的话 总会盪下来 没有盪很多 所以我们看上一页的一个部分 所以高盛说 大陆的手机10页 年成长30%是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说 为什么大摩会说不好 要砍裤唇或是怎么样 明明的话 这个所谓的11页的营收 12页的营收年成长都很高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的话 都会波浪反正 都会涨 另外一个就说 原宇宙 明君 我问你 现在的股价高不高 股价还好 很多都修正过了 这1万8千点 有时候你可以说很高 但是你也可以说 会涨到2万点 这每个人的看法 但是一个人的价值的话 有时候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这样讲 微软要合并这个所谓的暴风雪 它合并一家公司 一般国内的话 是不是都7% 10% 12% 正常都是这样 我要合并你的话 一般来讲都7% 10% 12% 这都很正常 我现在合并你 我用45% 你现在的价格 全现金把你买下来 你现在价格是100块 我用145块把你买下来 是不是现在1万8千点 这个水准我认为不高 可能会到2万点 2万1 2万2 如果说我对未来会认为 跌到1万2 1万3 1万1的话 我就表示我不要用 溢价那么高跟你买 这个市场你可以发现 微软去买暴风雪的话 是用溢价45% 这是这么久以来 美国的溢价里面最高的 对 也是游戏史上 并购金额最高的意思 对 这个就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说我认为现在价格便宜 所以我要用45%把你比你现在的价格 都45%把你合并 所以你说现在在美国 你会觉得说 大家会认为说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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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大家愿意用45%的价格 所以目前仍然还是很大的空间 所以这个对未来而后的股市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情况 另外是怎样 另外是这个东西 昨天我看晚间的新闻 我又看早上的新闻 你可以发现这个航空 密密麻麻 因为春节到了 大家拼命在抢货 说你为什么不用录印 录印在塞货 没办法 没办法 录印没办法 其实以前宏姬就在讲说 不是我的业绩不好 是我有订单 我卖 我输不出去 因为运输的关系 因为海运的话塞港 所以变成我的东西 明明有订单 也要输出去 但是输不出去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不是没有订单 是有订单 只是因为海运的话塞港 所以你可以发现最近航空的部分 那个飞机场的话 港货一直塞货 一直塞货 一直塞货 这明明就塞不进去的话 你知道那个日本通勤组的话 电车送下班时间一样 硬塞 就是硬塞 塞在里面 硬塞在里面 现在的话就急易把货送到 客户的一个手中 所以实际上现在其实 在基本面的部分的一个 Fantameter的部分的话很强 过去其实股票市场 在春节前四到五天 都蛮会涨的 只是说今年因为市场美股的因素 但过去在春节前四到五天 大部分都是反弹的机会比较大 又有阿文塞讲的这几个 利多大家可以来参考 春节前封关前的行情 不用太过悲怪 但今天大牌比较弱的 倒是一个族群跳出来表态 那就是刚才讲到台积电 绿色制造的电池相关的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你看这个磷酸鐵底电池 你看它的寿命的话 1500到3000 就500到3000电池 所以要用这个 最后台积电来讲 而且成本是15到25块 这30到40块 只是它续氧力比较强 对 这边比较短一点点 但是问题这个没有关系 我的成本 我的循环 我可以一直用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叫利凯 利凯其实它比林德时代更快 他研究了16年 明君你知道 翁波酸是不是含土 含咬是18年 利凯做这个所谓的 磷酸鐵底电池的正极材料 他16年 他研究了16年 比所谓的林德时代的话更早 他去年你说成长一倍 真正会的只有两家 一个利凯 一个是日本的族有 所以你看今天 一跟昌宏姐清楚 所以我更认为这个消息的话 灰灯 股价的话往100块以上冲 好 利凯四分之三的产能 都是出货除能的相关应用 除了利凯之外 利凯说真的 营收成长 但是以EPS来看的话 他还没有获利 那这样叫起来 缩合是不是 为什么要讲缩合 为什么不讲苍蝇科 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刚才这个磷酸鐵底的话 利凯是什么 是正极材料 发电是从正极到负极 你正极如果是好的话 你是不是负极也要好 所以你负极的部分 一定要跟正极配合 这个的话 叫负极材料的话 它是跟所谓的农碳合起来 叫细碳 你可以发现它电子更薄 让电子更快 多十倍 除冷多十倍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如果用细碳 用它这个东西的话 原则上你的一个所谓的 充电品质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正极已经很好了 负极再更好的话 太棒了 也就是说爸爸要好 妈妈也要慈祥 所以爸爸又好 妈妈又慈祥 这就是一个快乐的家庭 你看这个就是 西洋负极材料的部分 跟农碳结合成细碳 就是说比所谓的原来的话 多二十倍以上 而且这个空间的话 成长率的话有132% 不过现在还是弱势 需要有垂直线 阿文才讲的垂直线出现 反弹的话才有反攻的机会 不过我觉得说整个电池的部分的话 值得做一个观察 第一档有垂直线的 是不是就新唐 新唐我们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因为新唐以前我们MCU的话 观察的话 大概都原则上就是范围比较小 但是你可以发现 它现在叫做所谓的BMIC的话 这个叫做电影管理系统 所以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我觉得新唐 慢慢的短线里面的话 慢慢获得认同的话 不是只有MCU的话 而后的空间会更大 好 股价的技术面的操作 最近的股价表现 我们跟各位报告之后的话 也表现不错 所以银子上 有持继供150块的一个机会 好 阿文才刚才讲 现在不是说我的业绩不好 是我很多的电子材料商或供应商 订单有了卡在货运 入运部分也是塞到不行的 对 你看下一页的部分 如果你昨天有看晚上新闻 真的 现在货一直塞 一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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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听说现在 中国大陆是禁止飞美的航空 两边已经没有办法飞行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可能那空运不就更大 你看这个2020年5月的话 450到400块 这运费 10月份的520 11月5月而已 520到500区 所以现在涨实在很多 而且最近一直塞 一直塞 所以我觉得航空股 是最近被航運股拖累 但是实在空运的话实在是火热 12月营收創新高 今年又看15块 限限时地高达7块钱 7% 所以我觉得这类型 我现在在整理 其实耳后的话 还是有看120块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个人都觉得 春节前的话 空运业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火热 最近可能是被大盘拖累 有一些业绩很好 提债很好的个股 反而拉回说你布局 后续的这个获利空间会更大 若顺对操作 不管是电池相关概念股 或者是空运族群 或者是MCE 又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香港画面上面 我们阿文塞的大头娃娃 跟QR Code用手机 对QR Code拍一下 就可以找到阿文塞 跟他加个赖 他的内容跟这个 选股的方向都在LINE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跟掌握了 刚才阿文塞讲到 这个磷酸离铁电池 被台积电向重了 要来做厂房里面 UPS不断电系统的 备用的电池动力的这个选项 但是今天呢 不只是这个族群掌 也带动了车用的电池股 开始绝地大反攻了 我看了一下 好多的车用电池股 出现了低档日K的黄金交叉 有机会反弹吗 追问邓老师 消息下车 令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武器股市同学会 现在是什么都缺 美国那边上演了 这个抢梁跟抢货大战 缺物资 那在全球的产业链上面 缺晶片 像未来可能电池 会跟晶片一样缺吗 来自于谁的市井呢 这个是特斯拉的共同创办人 叫做史特劳贝尔 他说电动车需求 快到车商措手不及了 买器却一直来 部分地区成长百分之百 电池可能会重演 晶片的短缺风险 冲击电动车的成长率 所以特斯拉赶快去 马斯克呢 想办法要来找救援 援兵像莫山比克 买石墨自制电池 但产能还是不够 今年以来特斯拉跌了百分之2.4 但纳指跌百分之7.2 它还是比纳斯达克相对的抗跌 那我想先问一下邓老师 今天我们知道 为什么电池股强 就是因为台积电 做绿色制造 它的UPS不断电系统呢 要改为用这个磷酸离铁电池 有在做除能相关的电池厂商 今天表现很强势 但是没想到车用的电池股 之前跌到真的是 跌翻了 跌翻了 什么线都跌破了 今天开始反攻了 但是从技术面来看 日K都出现低档的黄金交叉了 这个反弹的力道会有多强 怎么关注呢 好的 我想今天 我也会针对电池的相关类股 然后做一个比较 让你分辨得出来是反弹 还是真的走回升 那如果是反弹 通常就是两三天而已 那最重要的是 各位看到这个大家长台积电 在推这个所谓的 不断电系统 绿色制造 然后要改厂这个磷酸离铁电池 那昨天我们讲到台积电 有一个很重要的价格 是不是650 有 有 老师今天来了 今天来651 对 不准 差一块 好吧 可以了 厉害了 但是最重要是 这个缺口不能被封闭 很多人说为什么会抓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短线上 他还是有资格碰650 但是那个缺口644 我觉得应该不容易碰到 不容易 如果有碰到 要更敢买 更要敢买 继续勇敢加码 对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 没有那么可怕 只是说你追在688的 可能真的会套一段时间 所以为什么要来回 做一个这个差价 好 我们从台积电的衍生 各位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有没有 4.8个股本 很多人会吓一跳 赚48块 不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是 一元 一块钱 对 也一个米字号的 所以他是赚4.8块 对 结果他股价就冲了快100块 我觉得是不是人家 大家错觉 说4.8个股本 对 所以针对这些 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往下来看 好 电池相关概念股 邓老师今天整理出来 台积绿色制造电池股 有机会浴火重生了吗 包含了 立凯KY 今天表现就非常的强势 攻到了涨停板 还有长科 等等的相关个股 我们会一档一档来做解释 如果说你对操作 电池股到底哪些是反弹 哪些是回事 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NE 反正事故问题跟他请教 还要讨论 好 老师先来问立凯KY 这档个股 它要涨的时候 涨得很可怕 可是要跌的时候 也跌得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大家看它的基本面 不好 还没赚钱 可是如果你看它去年 一整年的营收 是成长一倍上 成长很多 最重要是大家都知道说 整个电动车的这个趋势 一定是未来的 不管各大厂 你看到賓士 V&W 奥迪 一定都是往这个方向 开始有转机了 开始有转机了 所以你就不能只看基本面了 不能只看基本面 然后你看萊宝也是成长 这个都是成长蛮大的幅度 现在大家会比较紧张的就说 像今天这个长元科 它其实去年一整年还是衰退 可是它今天也跟着涨停 关键在哪里 基期 基期 我们往下来看 一档一档来看 为什么今天我会用一个月K来告诉你 因为我们现在今天扣掉 还有五个交易日 也说你这五个交易日 你的做法 比如说你要去买立凯 或许会有很多人说 我在封关前我就要卖 对 那有的是我要看开红盘 好 那各位看这个月K 这个红K有没有 上个月的红K 是从40拉到102 102 对 那这个红K的一半 大概多少 大概70几块 那你发觉到这个月 一月份的低点来到75块半 就开始往上拉 今天涨停满93块2 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常常在告诉各位 像昨天我为什么算给各位看说 台积电大概那个 那跟红K的一半在650上下 今天就来651 那台积电是告诉我们 这个红K的一半基本上是不能跌破 很强力的支撑 就是一个很强 对 所以利凯KY的支撑是已经很确立了 然后再来你看指标 指标它就是我才不管我今年没有赚钱 我的KD往上 我的MACD柱上一直加 一直加 有没有 对 所以它就是强 所以未来这些股票拉回来 你都是可以做低接 你就是沿着停满等 这是月线 那我们看日线 对 它从102开始整理整理 来到这个地方 75块钱也发生在礼拜一 对 就这个礼拜 对啊 然后这里又交叉了 所以它有拉回 其实短线是有空间的 短线是有空间的 你就不能只看基本面 但是唯一的 唯一的让我担心就是它机齐很高 所以有拉回才买就不要追了 像今天掌停满 你没有就不用急着追 明后天有拉回 你才可以做低接 可是接近这个前高 要跑一下 要跑一下 好 利凯KY 邓老师的看法 这个是刚才讲 赚4.8个股本 实际上是赚4.8元的长客 就是4.8块 各位想 4.8块其实基本面 今天让你看到了100多块了 这个地方各位看 简直这个大缺口 对 这个缺口你说会封闭吗 不会啦 没那么快 因为这个缺口简直下来之后 这是非常大的缺口 各位看 这个地方是250 是 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地方 它就是在高档 快要顿化 我们很怕是它随时会下来 所以大家大概抓20倍的本益比 如果以4.8块的话 20倍大概96块 96块 所以你看到它最近都在95块打底 有没有 但这里也交叉了 量也出来了 所以接近96块附近来接是安全的 基本上是安全的 还有个小小的差价 大概在110这边抓个区块 做操作是行的 好 这个是长科 下一档就是台积电相关的 这个UPS不断电系统当中 改做磷酸力铁电池 受惠最大的是8104的莱宝 它的线形也是最漂亮的 各位你看 它这个地方也是突破了紧线 有没有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强硬的支撑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大概接近70块 65块到70块这个地方 支撑很强 非常的强 然后你看KD也交叉了 法人连买两个月了 这是月K 连买两个月了 所以这个有任何的拉回 都还会再往上走 所以很多人说 乃宝如果你看日线 你说会不敢买 你不敢买 你就错了 这种股票很强的 为什么你看月K发现 原来它基期还很低 它基期是很低的 而且它是有赚钱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量出来 这个地方出来 它只要回到五日线附近 你就可以勇敢的去面对 去买 因为这个底已经打出来了 风险 风险 70块大宽 只要不破 这个趋势就会往三位数来迈进 所以拉回来坐接 甚至于报骨过年 我就不用怕 好 莱宝 下一档是这个 一样有做不断电系统 代工工艺商的系统变 那它的走法就不一样 它跟莱宝完全就不一样 它在这走一个收链 对 底下有支撑 上面有压力 然后我们看到是这个 MACD 是交叉往下 所以它还会在这边磨磨磨 有没有 但是你会发觉 它底部是越电越高 对 那你必须要等 等它确定再突破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是月K 它是未来几个月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莱宝跟系统电很简单 以眼前到过完年 你是应该买莱宝 而系统电看就好 因为这可能还要两三个月 难怪它今天相较起来 它就比较不强 对 因为它形态还没做完 也没有突破 也没有往下跌破 也没有往上突破 可能要等个三根K线 大概三个月到五个月 所以这段时间 莱宝有拉回 一定比系统电的空间更大 所以你从月K就看出 基齐根 你到底要不要 在过年前来布局 莱宝是可以 系统电就先观望 好 但老师提醒 莱宝OK 系统电可能因为现在 还在做形态 稍微等一下是 今天电池三雄闷了好久 就跟随这个台积电的绿色制造 要做零酸地铁电池 一起一鼓作气动了起来 老师我们都知道 电动车的未来前景非常的好 但是已经破线了电池三雄 现在反攻的力道 你有怎么观察 其实只能高兴几天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它在109年的时候 从13.25标到82.9 是不是标过了 标过一大段 然后你发觉这个基齐就是高 再来 最长的这根红K的一半也跌破了 最长的红K这一半跌破了 再来KD指标高档已经往下交叉 你看这里 所以基本上它会在那边磨 慢慢磨 所以在短线上 我们看6509短线上 它还是被均线压着的 对 全部被压着 所以弹道季线这边 就会压力比较沉重 所以短线上你只能视为反弹 对 所以空手的要不要去买它 不要 如果已经有了套牢的弹道季线 稍微减码一下会好一点 好 比较安全 那美琪码呢 美琪码你看 它这一根红K的一半 它有跌破 但是马上缩脚 它还比具有强了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来讲 它这个地方 样式KD指标向下 还是向下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反弹 你强短线手脚一定要快 好 今天三档当中 长势比在前面的是康普 可是康普也是一样 一半也是跌破的 你发现这三档 其实一样的走法 你都只能视作短线的反弹 所以你看日线一样 康普弹上来一样 也是碰到这里 季线 季线 然后季线对过人发现 这里都是之前的密集套牢区 一堆人套在这边 所以不管是聚合 不管是美琪码 不管是康普 如果是强短线的 到季线 要记得跑 到季线附近要记得跑 好 见尊 好 那建局呢 形态就不一样了 各位 你看很清楚 刚才我们看到的聚合康普美加 都是KD再高档往下交叉 它是第一档往上 没错吧 柱状体收敛 然后这个月开始买了 你看之前都在卖 这是月K 所以他告诉说我二月份 除了还有五个交易日封关 我二月份的方向 我是往上 是往上面走的 大家可以留意 惠状科 惠状科也是一抵一抵一抵高 然后KD也交叉了 柱状体也一直收链 有没有 把链开始买了 所以基本上 他还有实力去挑战九字头 但是你大概接近七次头才来买 70到90过区间的操作 那长远哥也是打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 大家回答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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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